30小 保藍色陶瓷瓶生 还烫金印上一场图案 这一支这是有钱 也不一定买得到的 立法院纪念酒 五年以上金门成高 而这一款蓝色版本 已经走入历史 最新出产的 则是采用白色外观 搭上南瓜造型陶瓷瓶生 和烫金一场图样 而立法院纪念酒 过去就相当受欢迎 立委笑说成了另类选民服务 尤其是我们南部的乡亲 特别的喜欢 拜会的时候 都有人会问 你们才有立法院的 够两句 如果不够的时候 我们还会再去 跟其他的同事 再那个借一下 美国的这个国会议员来 来的时候 特别记得这一款酒 说很多年前来拜访的时候 是王金平院长 他到现在还念念不忘 过去立法院都会事先 别预算带电费用 每个月替立委代购六瓶 直到被外界职议之后 2016年才取消代购服务 改为立委自行向金酒购买 立法院也没有酒厂 每个立委都要自己花钱 向金门酒厂买酒 所以没有免费这件事 而立法院纪念酒 也会因为不同届期 推出不同款式 像是第五届到第六届 用白色瓶身 而第七届到第八届 王金平当院长时 采用深蓝色瓶身 第九届第十届 苏家全游喜昆镇内 用的则是南瓜造型瓶身 虽然外观不同 但都是统一价格 一千六百八十元 直到近年因为物价关系 调涨到一千七百三十元 但因为一般人无法购买 在网路上价格水涨船高 蓝色款价格飙到六千八百元 白色南瓜款也卖到了 三千两百五十元 就连空瓶 又人在网路贩售 没想到立委直询 再度让纪念酒 成为热门话题 三立水令开军马